我们分手之后 他还天天找我聊天 处处关心我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跟我复合 我对他就只是 出于朋友之间的关心 是他想的太多了 周围的人都以为 我们俩已经复合了 他也不解释 我只想先让朋友相处着 走一步看一步 以后的是谁知道呢 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小王22岁 来自四川自有职业 小菊21岁 来自浙江学生 有请 欢迎老位啊 你是想复合 我不想复合 你不想复合 他纠缠着你 也不是 那是啥呀 是他纠缠我 那不就是他想复合吗 你咋又不想复合呢 那你纠缠人家干啥 因为就是存在 就是感情里面 存在一点其他问题 其他问题 这就是今天最难的 我介绍的时候我都难 我说情侣不是情侣 是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就当是嘉宾吧 就是到这儿来了 只是来解决感情里的 其他问题的 是这意思吧 不是想跟他复合是吧 到底是复合还是不复合 你来干嘛的呀 小伙子 就是要不您先听我 跟你说一下 我们现在的一个情况吧 好好好 今天其实是我比较 想来这个节目 你来干嘛呢 因为我们俩现在 其实已经分手了 对呀 然后我也想从这段感情里面 走出来 走了 但是他现在一直在纠缠我 然后他就做出一些 我认为超出了朋友界线的举动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不是想复合呀 然后他又说没有 说我想多了 就跟刚才这么打我一样 对 我就是他 就是他这个情况 我一直觉得很着急 我才想借您这个节目来 表解一下 行吧 咱慢慢听啊 这个谈了多久恋爱 两年多了 什么时候分的手 今年三四月份了 谁提出的分手 我提的 你同意分手了吗 我同意了 那当时为什么分手呢 其实我们俩刚在一块的时候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们俩认识的时候 是我刚进大学了 那会儿我们俩是社团认识的 我那会儿也是刚分手 他就看我情绪不好 他就经常开导我 然后我的个人作息紊乱什么的 他也会提醒我按时吃早饭 然后也会陪着我一起去学习 我去图书馆 我在这儿学 他也不跟我挨在一块 他在旁边一个桌子上等我 我就觉得他挺靠谱的 也会经常帮我搜集一些 科业答辩的资料 久而久之我们就在一起了嘛 但是我觉得他态度变了 他就开始冷暴力我了 就很多事情让我觉得 他根本就不是很在乎我 就以前我生病需要他 他不管在哪儿 他都会出现 然后需要他买药 他也会买过来 但是有一次晚上 我肚子真是疼了一晚上 然后他早上八点钟 他向门口 我们俩一块去医院 结果我在门口 我肚子疼 疼得发虚汗 我觉得我都快晕过去了 我等了他半个小时 他没来 他什么也没解释 然后到医院一路 挂号 问诊 拿药 都是我一个人 他就在那儿玩游戏 我不是一直在旁边陪着你了吗 而且你身上哪点疼 肯定你更清楚 你跟医生说肯定更直观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去问医生 我也说不明白啊 我可能没关系 听到医生 谁听我的是 我可能在医生 没关系 我可能在医生 宵子 就像呢 我算了 我只有一点 我妈 他们iğви 我 不 我 我 在医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说要去跟朋友吃饭 当时你不是已经走掉了吗 然后我答应了朋友一起吃饭 我不可能把人家水了吧 所以对啊 正是因为如此种种 你跟她分手不就对了吗 公交 对 这个决定是没毛病的 是的 所以我分手之后 你说分手之后 你同没同意分手啊 我同意了呀 你也同意了 同意了不就完了吗 有啥呢 是分手一个月之后 我又想不因为感情耽误学习嘛 然后因为我也想考研 然后我就想从这段感情里面走出来 然后 结果 是有一次我脚崴了 然后我在寝室楼层比较高 我室友架不动我 然后就打电话给他 让他把我从寝室楼上 谁打电话 我的室友 行 然后呢 然后打电话给他 让他把我从楼上背下去 然后后面几天去医院复诊 换药什么的 也是他一直跟着我一块去 然后他就开始给我发消息了 一开始是跟我说什么早安晚安 然后什么节日快乐什么的 后面就莫名其妙地 好像回到我们俩之前 谈恋爱的那种状态 他会按时提醒我就是 吃饭啊 睡觉啊 然后我就觉得 他有点莫名其妙的 我也挺不明白 他到底什么意思 因为当时大家分手 已经闹成那样了 然后我一直 那你可以拒绝啊 但是后面就是我的专业嘛 然后我早上会去英语缴成读 然后他有一天早上 也开始一块儿 跟我一块儿成读了 我就觉得特别奇怪 因为我认识他这么久 他从来都不是因为什么 他会为了考试什么的 去学习的 那我也是要考英语四级 我还毕业了嘛 然后刚刚你又是英语专业的 我主要跟你一起出来 就是你也可以教教我什么的 所以我就觉得 他这种行为很矛盾 我就想他是不是 想跟我复合什么的嘛 然后包括后面 他要毕业了 我们社团有个毕业聚会 他让我去吃饭 我就觉得有点尴尬 然后我就说我不去了 他非得跟我那些学姐说 一定要把我带着过去 然后那些姐姐就说 他是不是也想跟你复合呀 是不是想借这个机会 跟你说什么呀 我其实也挺期待的 毕竟两年半了 我其实也没有办法 轻易放下这段感情 我就怀疑这样的心情去了 当时因为是社团聚会 我不想因为 我跟你的个人情感 导致社团聚会 少那么一个人 所以他一定让你带去 是 所以我到那儿 他跟他朋友坐一桌 把我安排到另外一桌去了 然后把我叫过去 那些姐姐就坐我对面呢 我都快尴尬死了 我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尴尬啥呀 因为大家都以为 他是想跟我复合的 结果到那儿 那你想跟他复合吗 姑娘 其实 你说实话 我觉得他如果 你想不想跟他复合 想就是想 不想就是不想 他还像以前那样 对我好一点 我也可以 你不就想复合吗 你是不想复合是吧 我觉得就是 这么多年的情感 不就是想做朋友吗 就这样坐下去 你们周围的同学怎么看你们 他觉得我们是复合 就是因为 周围的朋友都觉得 我们复合了 然后我就 就你们做出了一些 什么举动和表现 让周围的朋友觉得 你们复合了呢 就那个 刚才那个毕业聚会 结束之后 他当着大家的面 说要把我送回去 然后还有就是 他后面拍毕业照 他突然走过来说 让摄影师单独 给我们俩照了一张 大家一起去唱歌 我们一堆女孩子坐那儿 然后他一屁股坐我旁边了 别人来给我敬酒 然后他就不让别人 给我倒酒 还帮我喝 你酒量怎么样 别人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给你无怨无仇 我不可能看你 一个人喝醉是 所以你看他这些行为 我就觉得 他就是想跟我复合 但是我就问他 我说 你是怎么想的呀 你想跟我复合吗 他说 没有 你想多了 然后我就 想来借这个节目 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觉得他的行为 和他的 什么怎么想的 就想跟你复合嘛 但他嘴上又不值得 别口是心非嘛 你想跟他复合吗 我先问清楚 别别别扭扭的 想 这不就完了吗 你说你心里还有他吗 你还想跟他复合 对不对 那不就完了吗 我帮你问啊 是男人吗 是 会诚实吗 会 你想跟人复合吗 我想 你是诚实的人吗 是 你想跟人复合吗 如果就是 我最后问一次啊 这个问题我再最后问一次 你想跟他复合吗 想复合 那不就完了吗 那你为什么不说呢 可是 你扭捏什么呢 你告诉我 你扭捏什么呢 就是原来我们感情很好嘛 对啊 然后就是我快毕业了 然后我就 规划了我跟他的未来 啥未来 就 跟他在一起一年的时候 就带他回到我的老家 就是 去见了父母 你老家是哪儿的 宜宾的 宜宾 好地方 怎么了 就见了我父母 我父母也觉得挺好的 就直接在移宾 跟我们买车买房 毕业之后 就在这边安家嘛 嗯 结果他不愿意 他觉得他自己 想去成都闯一闯 闯出自己的事业 不愿意跟我回移宾 因为我确实觉得 我读了这么多年书 然后我想 并不说是想一毕业 就先结婚 我想想在成都 看看自己能不能 开一个工作室 我想试试自己的创业 那你想不想跟人复合啊 想啊 但是因为这个问题的存在 就感觉以后走不到 你是不是想带他回移宾啊 嗯 你跟人姑娘说 我想带你回移宾 不就完了吗 你在那扭扭捏捏扭捏 什么呢 说了呀 他不啊 不听 他不回去 不呢 你现在是要 要不要复合呀 就他如果愿意跟我回去 我就可以复合呀 你是有条件复合是吗 对 那人家问你的时候 你就说 我是有条件地跟你复合 不就完了 你在那说什么谎话 你不是说你不复合吗 是因为他不答应的嘛 他还是不答应的条件 你问过吗 问过 就这个事分手之前 就已经问好了 就是因为这个事分的手是吗 对 你做那些冷暴力 对他的冷处理的那一切 是因为说 你想带他回移宾 他不去 是这意思吗 对 我想就是 转面了他太子 你这什么心理啊 你这么年轻 你怎么一点都不阳光啊 就这么点事 藏在心里头 你在干嘛呢 小伙子 这是能把人气死啊 能不能谈啊 宜宾这件事 能不能谈啊 其实 可谈吗 我觉得已经没有办法再退了 因为我本来是浙江人嘛 我爸妈其实不是很满意他 我们爸妈更想让我回家去发展 然后找一个浙江本地的男朋友 然后留在成都发展 都是我和我爸妈 抗争了很多次的结果了 但是我并没有觉得 他为我们这段感情 改变了他的一些想法 所以这还符合啥呀 你为啥不能去浙江啊 因为就张力 给了我这么好的条件 去那边 啥条件啊 就是能给我提供房子和车子嘛 其实我们家也不是说不能去 就是啊 人家也能提供房子和车子 为啥不能去啊 毕竟我是男子嘛 你是什么 我是男孩子 哎呀 我真没看出来 你怎么像个男人呢 大学毕业了 还要回家啃父母 跟女朋友谈不拢 就用冷暴力的方式逼女朋友 逼不成就假装跟人分手 逼着人家说出分手 人家分了之后 又扭扭捏捏地再重新追人家 追着人家 让人家对你动了情 又拿这一套东西来 钳制着别人跟你回老家 我觉得这样的先天的条件 就更适合我们成家立业 人家浙江也可以啊 家里有房吗 有 有车吗 有 但我毕竟是男 男方 男方怎么了 嫁过来吧 就你这样处理问题 还嫁给你 现在弄清楚了吗 想复合就跟我回家 是不是这意思 嗯 来吧 各位老师 你们怎么看待 这样一组关系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你俩都挺有意思的 复合都带条件的 而且一个人开的条件 比一个人开的条件要高 我刚才看到 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是这样的 爱没有面子重要 就在你们的心中 你们的面子和你们自己的自我意识是最重要的 对对方的那个爱没有那么重要 但你们俩又属于什么呢 分不掉的手又回不了的头 分开以后两个人都会痛苦 没有办法去承受和面对这份痛苦 所以呢 又想回头去找退路 结果回过头发现 诶 那条路也堵死了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有各自的条件 它都满足不了我的条件 所以又造成了今天这个尴尬的局面 你说你们俩有真爱吗 我相信曾经是有 但是这份真爱 没有你们自己的自我意识重要 也就是说爱的没有那么勇敢 那么透彻 没有那么彻底 我觉得如果要是真心的分不掉的这个手 两个人真心还是心里有彼此 不会开条件的 现在女孩是更主动 女生是更想要复合 但是面对她开出的条件 你能同意吗 所以你们两个人站在这个舞台上就是尴尬 你也不愿意为了她去成都 你也不愿意为了她去宜宾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说爱没有你们自己重要嘛 那就没有必要再继续纠缠浪费时间了 我反而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应该有更多的勇气去面对痛苦 和承担这个痛苦 你们就是因为太享受这个舒适的感觉 受不了分开的痛苦 所以就开始找理由找借口 能不能再和好啊 我还是爱着她放不下啊 其实我并不觉得你们有多爱 我只是觉得你们现在在逃避 逃避一种状态 就是习惯了以前我过得很舒服 现在突然要承受这种痛苦了 我面对不了我也承担不了 所以那我就再继续回去和好嘛 可是复合不是去解决你们这个痛苦的 这个根源的这个方法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好好想一想吧 我真的觉得你们俩没什么问题啊 两个人很像 特别的清醒 特别的理智 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 南方就是想舒适啊 回四川巴适得很 对吧 有房有车家里人照顾 女朋友不重要 但现在我心里的余温还在 这点便宜我还得占 我喜欢你我就对你好一点 在你身边再多留恋一段时间 你心里很清晰啊 你对未来的规划 那么的理智 像一个老头子一样 根本没有男生那种学习方刚 那种我要为了未来的人生 为了爱情 为了事业 勇闯天涯 一点都没有 但也没关系很清晰嘛 我们只要把现实看清了 接受自己 接受对方的状态 我觉得就没问题 你不就剩下那点余温了吗 再往外洒洒呗 洒完了也就白白了 所以姑娘你也不用纠结啊 你也非常理智清醒啊 我底线就是在成都 我不会为了这份感情 往前迈半步 那你们来干嘛嘛 你也把余温洒洒 降了温就好了 爱情不是一个 像你们这样 去理智地谈判的一份情感 爱情就是感性的 伴随着我们要用理性 去规划我们的爱情 如果在一段感情中 只剩自己的需求的话 这就不是爱情 今天借助这个平台 把你们那剩下的 一点点温度 撒掉就好了 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 也就这么点事了 好吧 谢谢 我想问一下兰生啊 你是已经拿完毕业证了吧 是的 也就是说 你即将回到你的老家 开始新的路途了 对吗 那也就等于 你们两个未来就异地了 你也见不着他了 所以你不需要做选择呀 你跟他在一起 无非就像别人说 不要打他的主意 可是你马上要离开了 你们走不到一起的结果 你也是预料到的 所以你才会 不敢跟他说 复合的问题 因为你知道 他绝对不会跟你过去 你知道这个事情的结果 所以干嘛做暧昧的举动 你觉得是伤了他吗 你觉得是真的让别人 不会去找他了吗 你其实伤了自己的面子 你的学弟学妹们会怎么说 就这男的 一点都不负责任 这种男人不要找他 干嘛给自己泼脏水呢 既然你已经确定好 想要回家 那就回家 踏踏实该放下就放下 同样对女生来讲 也是一样的 我问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他 你会留在成都吗 可能不会 那你会回老家吗 会 所以讲什么条件啊 什么叫我为了 你就要留成都 你既然都到成都了 那多走一步到宜兵 有多少距离呀 所以你留在成都 你无非就是想跟他谈判一下 你看我为爱付出了 你也得为爱付出一点 你不付出 我们就不公平 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讲 如果你们在毕业的时刻 选择在哪个地方工作 就是在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不是爱情了 婚姻就是要同甘共苦的 可能我就是要面对一个 陌生的城市 我就是要面对陌生的人 我就是要勇敢地去敢于面对 我爱我就勇敢抛弃一切 但我没有那么爱 我就勇敢承认就好了 我觉得勇敢承认 那也是勇敢 所以我觉得对于 这两个年轻人来讲 你们爱过吗 曾经爱过 但是你们在最后的 分手这一刻 你们都在玷污你们的爱 你们曾经的爱 我相信极其美好 但是最后这一刻 你们都在往它上面泼脏水 因为你们都告诉给彼此 你当时的爱是不值得的 何必呢 所以好好想想 如果真正地爱过的话 就大大方方告诉给对方 我们两个曾经爱过 但是我们不适合走进婚姻 因为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说完就好了 不要再扭捏地 伤害曾经的爱 这是我对你们最后的忠告 先不谈真心 我们先来谈技术 这个就跟买衣服讨价还价 是一回事啊 你老是在这一个商家门口 流连忘返 你老是在这里 跟他讨价还价 问他你卖吗 这衣服到底多少钱 打折卖不卖 怎么样卖不卖 那店家就会知道你的心意了 所以你要的价格 他不会给你 他等着你爆出他喜欢的价格 在什么情况下 店家会追着人买衣服啊 你扭头走了呀 不卖算了 我走了 我去看看别家去 那么在这个时候 可能卖衣服的会说 要么你别买 因为你刚刚还价 还到我本里了 我不愿意 要么他就在后头追着你了 因为刚刚跟你的所有过招 都是虚晃的枪 实际上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最大化 你不就是在用这样的方法吗 对这个姑娘欲请故重 你也明明知道 就因为他老在问 我们是什么关系 你心里头独定的很 我知道他还喜欢着我 时不时地检阅一下 前女友在不在原地等你 在原地等你 就开开心心地继续观望 看前女友什么时候 能够按我的计划行事 按我的人生规划配合 所以你最傻的 就是老在后头问 我们俩这算什么 你在后头天天追着问 他都知道了 我不管我是你的谁 但我知道你是我的谁 你是那个阴魂不散 对我依然还抱有念想的前女友 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他会改变吗 他会按着你的想法走吗 现在说的这些都是技术 那么我们再说回真心 真心上面来讲 你们两个人 各自都希望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父母也不忍心 看着你们走远 你们也不愿意离开父母太久 我们把它姑且理会成 自己对自己人生的规划 就是我需要和我的家人们在一起 如果你们的人生是这样想的 你们就忠于自己的内心 两个人交汇 那不就是徐志摩的诗吗 短暂的就是这么交汇了 然后各自挥一挥手 不带走一片云彩 各自回到各自的家乡了吗 然后尊重一下 我们在交汇时光 所迸发出来的美丽爱情 这不也挺好的吗 长大了 你们总需要面对一件事 那就是我的人生规划和我的爱情 可能是会有冲突 那么我究竟是要让我的爱情 牺牲于我的人生规划 还是我要为爱情 重新调整我的人生部署 这是成年的你们 需要去思考的一个命题 两个人都可以冷静地想一想 到最后 不管是他奔到你的老家去 还是你奔到他的老家去 都没有谁赢 也没有谁输 说明的是 你们在共同成长 决定一起进退 如果你们真的就此作别 怀揣着对于过去的美好念想 就这么再见了 也没有错 因为你们各自长大了 没有对错 自己想 谢谢敏达老师 有一点不认同 结果没有对错 就是分合合没有对错 但是这波操作实在看不上 特别是男生 就太让人生气了 你知道吧 就是我就要拿你 对我曾经有的这个情感 我来跟你博弈 这个特别不好 咱直来直往一点好不好 有什么咱说什么行不行 即使失败了 咱还是个英雄啊 别弄到最后让一个女生 回首想我在大学里面 那段恋爱的时候 别人是把我当一件衣服 来讨价还价 那个心里多个硬 所以我特别希望 你能利用最后的那点时间 坦诚地面对这个姑娘 爱还是不爱 你想怎样 说清楚 别再这么模糊 不要贪那些东西啊 但是你说容易 真的你说让一个女生 就是两年多的时间 那么喜欢一个男生 说了分手之后 然后当这个男生再回头找 又不带有任何的目的性的时候 我只是帮你 马上就会又坠进去吧 她要是目的性特别强 也许是姑娘还拒绝了 说咱复合吧 是吧 她可能还拒绝了 恰恰我还没有目的 听她怎么说吧 你少说 好吗 把你的真心 真性情拿出来 在爱情这件事情上 不要用手段 好吗 来 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 我对你做了种种行为 先给你道个歉 但是我的这些行为 我最后还是因为 放不下这段感情 然后 我觉得回到宜宾呢 给我们未来的更好的条件 我还是放不下你的 可是我们已经说了 物质条件并不是 这段感情的前提基础 我更希望看到的是 你对我的一些关怀 还有一些 我认为需要的改变吧 我也觉得 最开始的时候挺好的 现在 替老师这样分析之后 我也会想要 更理智地再思考一下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 就是较劲嘛 这么年轻 有心可以去闯荡 家里面给你的不治 也跑不了嘛 为什么两个人 就不能为爱在一起 去试一试呢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是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咨询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看一看最后 能不能坦诚一些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